做人呢不要太孝顺 听完老师这句话 一定会有很多人要想反驳我了 不要着急 听我讲个例子 你们就明白了 对象很殊胜 就是婆娑世界的教主 释迦牟尼佛 相传释迦牟尼出家的时候呢 父母并没有答应 而且百般阻挠 但他依然选择了出家 听到这儿 按你们所理解的常理 是不是觉得他挺不孝顺的 抛弃家人去修行 无情无义 但大家想一想 他为何选择出家 过苦行僧的生活 守着父亲王位娇妻美妾 荣华富贵过日子不好吗 实际上啊 是因为释迦牟尼佛太慈悲了 为了替众生找出解脱苦难的法门 才毅然选择出家 抛弃小家 顾全大局 而他也并不是不孝 相反是最孝顺父母 虽然他选择出家 但不代表心中没有父母 他父亲敬藩王世事后 他亲自回来抬关 并为父亲超度 而他一生两次 专门上任力天宫 为天人众说法 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的母亲 摩耶夫人也在这里 所以你能说释迦伯 是不孝和无情的人吗 他只是没有盲目的顺从父母 那这也正是孝顺的真正含义 孝而不顺 顺而不渝 不要认为长辈所说的都是对的 如果都是对的 看看他们的生活 你是不是突然懂了什么 父母的养育之恩 我们感念在心 但时代不同 观念不同 不要被过去的一些成就思想 限制了自己 一个时代 一个家庭的进步 需要的是后一代人 不断推翻前代人的思想 所以老师说的 做人不要太孝顺 你明白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了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